蓝天怀里海洞水 外亚你多美 大家好 身边的这位美丽的优雅的女士 我特别想让你猜一猜她是谁 我想可能你已经猜到了 她就是我们著名的金花 网谈金花正赛赛的妈妈 明月女士 我这里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她 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参加我们的华人网球大赛 她也是一位网球爱好者 在这里我想请赛赛妈妈明月女士 给大家讲两句好吗 首先祝贺咱们华人在Miami的这个比赛 圆满成功 然后我也非常enjoy 就是非常很高兴参与这个比赛 另外我也是 其实我是初学者 虽然我看球很多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 一起快乐 好的 特别好 我们都是因为网球能够结缘 一起到这里 那今天我们也想问问您 就是在培养赛赛的过程中 有些什么特别艰辛 或者特别愉快的事情 举那么一两个例子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特别艰辛 怎么说呢 其实艰辛就是说 她转入职业以后 有伤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艰难 但是就是在去年 她做了那个 膝盖的手术 那个过程很艰难 其实对职业选手来说 就这个 其实保持身体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快乐的事情 我想就是说 等你赢了比赛 然后你跟你的朋友 你的团队 你的粉丝去分享 这就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又是前一阵 她跟那个阿扎人卡 然后配双打 然后我就 两个人很enjoy 就是两个人配合得很好 然后两个人交流的 配合的也非常好 然后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那赛赛到今天为止 她还有什么 下一面还有什么赛事吗 非常遗憾 就是说她这次呢 去打的时候 然后那个手臂 肩膀有点受伤 所以这次Miami比赛 也不是很理想 就是说 但是她会 就继续加强治疗 然后恢复以后 然后就是说 以健康的状态 去打下面的比赛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 也衷心的祝福 赛赛能够身体尽快的恢复 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 谢谢明月 好 谢谢你 好 让我们一起 打网球 嗯